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有着心酸的成长历程 渴望关怀的她 为何却多次挑剔体贴的男嘉宾 才买了两十亿亭点 我觉得这个房子太小了 男嘉宾邀请女嘉宾看新房 这能否扭转女嘉宾对男嘉宾的看法 看了新房子之后 为何她如此反应 至少要三十一听的 方秀欧式风格的 感觉我也觉得听到有点伤心吧 女嘉宾现场热舞 是为了争取男嘉宾 还是证明自己 两名最终能否战胜分歧 走到一起 凡人游喜之挑剔女相亲老实男 即将为您呈现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喜 我是一南 本来目是由中国珠宝特约播出 那今天一南所来到的位置呢 是位于杨嘉宾的步行街 因为我们的女嘉宾呢 是一位珠宝销售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将在她工作的地方 和她见面 那她到底是谁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她 大家好 我叫张慧英 今年24岁 正在出一次珠宝销售行业 每个月收入呢 是四千左右 本期交友女嘉宾 张慧英 24岁 身高一米六二 职业珠宝销售 月收入四千元 我谈过一段年 经历最有明星的事 她不有三斤 她提出结婚 拿不出产的钱 而且房子也没得 车子也没得 连结婚买我赚的钱都没得 父母能严养得起我吗 不如说以后还要结婚 生小孩也养不起 然后我父母也不同意了 我考虑了以后 觉得孩子的分手算了 从小时 跟着外公外婆一起长大地 虽然外公外婆对我很好 但是外公外婆的条件并不好 家里面的房子都是土墙七层的 风一吹了 不晓得那一天都要到了 都说不到一顶 所以物质上也不能满足 一年很早才能吃了三一次肉 从张小姐的讲述中 我们得知 她从小的生活条件非常窘迫 为了摆脱之前贫穷的生活 她也是早早地出身社会打拼 虽然我现在太二十四岁 但等我出来工作也有五十年了 我进过工厂也做了很多工作 我到重庆来的时候 生产也只有一千多块钱 然后还要租房子 还要找工作 有时候生产只有两块钱 吃了三顿没小顿 我那么努力地工作 我就想摆脱自己现代的状况 我不想带我穷日子了 穷日子我觉得真的很累 有时候看到我之前的姐妹 别人买一件一千多块钱的衣服 而自己身上都有一百多块钱 那给别人比了 我觉得人就应该努力 但是往后为我人的努力 是远远不有的 我就想找我人 找我人一号 经历过生活的种种艰辛 张小姐也希望 有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那她对另一半 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之前和我上班的一些姐妹 她们老公都比较有钱嘛 有些都是海鸡餐的 海鸡餐的 我觉得我也想找我那样的 我对身奥和学历都没少个要求 只是经济上面 她一定要有房有车 能养活的我教 我们知道呢 一定要在八千一三 我不管是对屋子上有要求 还有我希望她会煮饭 因为我从小父母对我也没太大的关心 我也没想到家里温暖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的一定要会煮饭 会小厨房 会炒菜 因为我眼睛会自我 我们心里讲 并不是说 对我男的条件好 我就要与好她 她不自在 我也会上班 我也不会住在家里面说 我也会去找工作的 这样我们从不离嘛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我们今天来节目的女嘉宾呢 有着非常非常悲惨的童年 她是在极度贫困的环境下长大的 跟着外公外婆 然后住着那种茅草屋一样的房子 所以呢 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呢 姑娘是把苦头都吃够了 所以上咱们的节目呢 她的诉求也非常简单 就是想找一个经济条件好 有方有车的男人 让自己不再过苦日子 话也说得特别明白 就是我翻译一下 应该是 我呢 自己赚钱呢 是挣不了那么多钱了 所以呢 我想过上那种好日子 我希望一个男人来为我买单 这就是姑娘的全部的要求 刚才呢 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到 我们的女嘉宾呢 其实是一位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 接下来呢 我们就带着任务 去和我们的女嘉宾见面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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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呢 根据你的这个要求 我们找到了一位这个匹配度 比较高的人 你除了要求她的这个经济之外 好像对对方这个是不是暖男啊 这一点呢 也要求得特别地严格 我们既然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啊 我们是来相亲的 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 你觉得你自己最想了解 对方的是哪些情况 我想先看一下她的房子 然后看一下她的车子 如果可以的话 给我做一顿饭吧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除了要求经济之外 还要看对方是不是一个 会居家做日子的人啊 这些都没有问题 那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 接下来我就和编导联系 他马上来这儿和你见面 好的 没问题 OK 好 来 我们请编导和我们的男嘉宾连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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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 你好 好 来 先给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龚建平 本期交友男嘉宾 龚建平29岁 身高1米62 职业装修广告行业 月收入6000以上 那龚先生是否符合张小姐的 择偶要求呢 他一定要有房 有车 目前自己安静了 有一套房 有个代步车 哎哟 我们知道呢 一定要在8000以上 平均下的话在7000到8000左右吧 都是一般的高低低都不等 5000到1万人都不等都拿过的 还有我希望他会煮法 我喜欢研究菜品 我自己喜欢看一些菜 我喜欢去品尝 哪里好吃的 我可能会去尝 尝它的味道 自己回来 好 自己想要拿个味道 不是 我 我有个理想 就是想开个餐馆 我这要求 希望对方是 23岁到31岁之间也能接受 他的工资的话 其实我没多大的要求 对方 父母不要利益的 因为我父母也是利益的 就是说 父母利益 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我也不希望他有我们这种思想 男嘉宾则偶要求如下 一 年龄在23到31岁之间 二 女方父母不要离异的 面对物质条件这么明确的女嘉宾 我们的编导竟然找来了 跟他完全匹配的男嘉宾 我们看一下男嘉宾的条件 有车有房 又爱做菜 而且外形看着还是 我觉得是很看得过去的 朴实 敦厚 而且形象也是清清爽爽 刚刚净净 所以真的是为难我们的编导 你竟然真的能找到 跟女嘉宾的条件 这么配的男嘉宾 所以今天的相亲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可能成功的可能性 还比较大呢 那接下来呢 我就会带你和女嘉宾见面 给你几个小贴士 第一点呢 不要太紧张 要自信 女孩都喜欢自信的男人 第二点呢 我们女嘉宾是一个 急切需要安全感的一个人 过去和她见面吧 穿白衣服那位 来 来 这是我们男嘉宾 他姓龚 这是我们的女嘉宾小张 你好 你好 我叫龚坚皮 我从你竟然在 我叫张银 我是山人 是的 这女嘉宾第一印象还可以 她的身材 但是这些方面的都还可以 这个接下来呢 就是咱们的约会时间 男嘉宾想一想要干什么 去吃饭嘛 应该饿了吧 大家都一起吃个饭 去你家吃饭吧 你能饿这么吃 我觉得现在比较晚 做一个 可以做吗 做可以做 这个人家是在考验你 可以 但现在房子是出的 我的房子 要在今年十月份才交房 那你房子是买在哪里的呢 在万口西九 这边 这边很近 等一下可以去 看一下吗 也可以 你不介意也可以去去 面对张小姐提出的要求 随和的龚先生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立马带着张小姐 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购 对于龚先生的细心体贴 张小姐也是看在眼里 我去厨家 我弄饭 他也答应了 他主动我吃少吃 还买我喜欢吃的菜 还买了一些水 我觉得南郊兵孩子都体贴了 采购完毕之后 已经是中午一点钟了 为了不让张小姐饿着肚子 龚先生一到家 便开始忙搂起来 接下来就要看你的手艺了 今天买了一些菜 我看有这个茄子 番茄 你要进去打一下帮手吗 这样是他做饭吗 那还是让他饿人来吧 好 我们就看你的表现了 加油 好 超级细心的 而且超级有生活 随便 住在南京跟李嘉宾慢慢吃 他带着我一样 然后给我们准备了 这一系列的东西 有没有一种开茶会会的感觉 好 你去做饭吧 好 来到龚先生家 张小姐第一件事便是参观一下他现在的房子 我管他那里还他住的房子 我觉得他房子不怎么样 很多家具都是成年老旧了的 而且沙发还有很多家具 红条 这些都没得 我觉得不是很满意 火铃子 火铃子 便宜了 客人在厨房忙前忙后 而此时张小姐却在客厅 享受着悠闲的下午茶时间 尝一尝吧 看甜点 好吃吗 好吃 你也去的 拿一颗给她尝一口 我跟你讲 你要对方对你好 方便也要对他好 那去吧 拿一颗给她尝一口 今天是不忘自己吃完 然后再去拿 你要喂他 谢谢 谢谢 还要拿新的网筷出来 参与套装 你真的看得下去 快去厨房帮帮忙 我喜欢让男下厨房 我喜欢让男下厨房 你好厉害 我没有怕你 真的吗 不会下厨房 不会做饭的男人 我不喜欢 对 明明应该是男人说的话 现在的说会反了 好不好 看着忙碌的公先生 小红娘几次建议张小姐去帮忙 可她却丝毫没有帮忙的想法 对此 公先生心里也有一些小疙瘩 个人进厨房 弄饭的时候她没帮我 我可能第一次好可能我还是接受 如果时间长 如果我们再去 可能这种话是比较建议 我喜欢弄饭的话 比较两个人一起弄 比较那种 我是想往那种生活的 我提出让她帮我弄饭 如果我进去 那就不叫她帮我弄饭 当一个女生是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时候 不停地吃水果 然后绝对地不帮忙 我相信这个好感度 只要是个正常人 都不会高的 因为我会思考一个问题 做女嘉宾 你以这样的一个姿态 只管吃不管做 嫁入男嘉宾的家以后 你是打算为这个家庭奉献什么呢 难道就是付出一张嘴吗 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女生 对于未来的期许 完全是男人你一定要付出 你要赚钱 你要做家务 而我只是希望能够 享受你给我带来的这些财富 这些我该享受的东西 那么我相信这样的家庭条件 这样的家庭环境 不会稳固的 一番忙碌之后 龚先生独自一人 终于做好了满满一桌菜 然而在午餐之前 两人心里都怀揣着各自的想法 那这顿午餐能否在愉快的氛围中进行呢 下菜吧 你也下菜 好 吃完菜 来 吃完菜 那碗就吃点 嗯 太火焰 我觉得南郊冰东的菜 味道还是火焰 不是说很好吃 也不是说不好吃 只能说一般般嘛 What 南郊冰东的菜 是否愿意承担住家屋或烦 我说的话可能也不能全部承担 那个是他也要我会住家屋 然后我会多住家屋 一会儿会住家屋 我会大分我不喜欢住家屋 一会儿再一起去 可以改变一下 都说还得住家屋 因为我不喜欢住家屋 我宁愿出去 我也不宁愿待在家屋里面住家屋 我不是说交情祝福这种癫性的 哎 外出家屋有点难吧 她也不想为家里做福祉 而且我都比较建议这块 男女嘉宾在关于家屋的问题上面 是一直有分歧的 女嘉宾一听到男嘉宾说 我希望你能够分摊一部分的家屋 立即就表示我愿意出去上班 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你可是说得很清楚的 我是挣钱挣不了那么多钱 我真的觉得挣钱好辛苦 而我又想像我的小姐妹那样 买衣服一买一两千 花妆品那么多我可以随便买 但是现在怎么一说到做家屋 你又宁愿出去赚了一点微薄的工资了呢 如果一个人的前后的口径 这么不一样的话 我想你对你自己未来的责我要求 到底想清楚了没有呢 关于家屋的问题 两人还未达成共识 而接下来一系列关于物质的话题 更是让龚先生措手不及 两人都打开一个月的消费是好的 三千主要 我能是在外面吃点饭嘛 然后买点收拾子那边 你衣服的话 你把你收拾好多钱的价位呀 两倍以上 你最近也是十倍多块钱 对我现在来说可能还是有点高 你的收拾大概是好多呀 四千多 可能屋子这块呢 可能我两个说得了来 可能我也打不到他的要求 如果一个月都拥了一大半期的话 我们的生活的话 可能得来很大的影响 我主要是想找个比较自家的 如果以后我成为你女朋友 你叫两个花 好多脚位比较适合 一个月光是衣服跟化妆品的话 应该来五百到一千吧 没有可能能接受 要找个比较自家的那块 要钱那些 我把他们挣好多钱 我来交给他都得行 他过来支配那块 这种是最好的 省时间用嘛 该用的还是要用 我能问一下你 我家的花小时好多吗 你看以前的厂头的话 可能为过一的话 别块钱都用不完 那是特别的结缘 但是如果现在从你来消费的话 可能一个月的话 可能还是要个三十百块钱 那你说你一件衣服 到爱的价位是好多吗 我的价位的话 衣服的话 半天是到一百到两百 龚先生之所以如此勤俭节约 其实是和他的打拼经历有关 1100的时候嘛 我妈去吃了 赶紧压力大 我想出来做点事业嘛 我去开厂嘛 加工厂嘛 我们亏了 亏了十多万块钱 最后没办法 然后亏了就出来打工 这时候 就去餐馆 去当客服务员啦 然后供典的呀 其实我最苦的时候 我留个街头的 其实我身上有钱 我在夏天嘛 这时候我还可以支撑 有时候我在露天吧呀 我在哪里下路行的 我们住宾馆 但是身上是有钱 就是要节约 正是经过艰辛的打拼 和勤俭节约 龚先生才能在重庆安定下来 这时候我们两天的话 三年的话 才没有那些一切 三年一切的话 我们还改账了 叔叔妈妈都没想到 我们两天有点福 本来现在该来想福了 那时候人心的话 亏得我妈的事情 听闻龚先生的打拼之后 张小姐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反而是问起了 自己关心的彩礼问题 我爸爸妈妈都是做事业的 做业小的 他们的瓶子这块呢 是20万 20万 他说如果瓶子这块 王怎么说 自己得有一套房子 有车子吗 房子有了 车子之后是 兄弟是公有的 他名字写的 我兄弟的名字车子 订婚是三斤 结婚是四斤 啥子是三斤 啥子是四斤 三斤就是 下廊截子而发 四斤就是下廊截子而发 是什么 是做 这个呢 这个你能不能接受 这个能接受 说这个菜的可能日十万 那个可能未来行 现在接受了 接受不了 你要日十万 因为我们才买房还创业 菜的要日十万 他是家里的不是卖女儿 哎呦啊 我这个观点好 我一直都不 赞同这种观点 你说 那我父母帮女儿养到 老儿子 就送别人了 老儿子 希望你菜 你也不饿 咋 要礼金难道不是一种陋习吗 现在结婚明明是两个小家庭 两个人的事情 作为原生家庭 我们不说你要拿多少钱 去支持小家庭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但是呢 绝对不可以去跟小家庭的说 哎你还得拿礼金 因为礼金在我这里的理解就是 我养大了一个女儿给到你 那你从我这里把它买过去 那以我们女嘉宾的 现有条件的话 男嘉宾还要拿二十万去买它 他要付三千四千 说真的 如果我是男嘉宾 我可能拍案而起立即走人 哦不行 把女嘉宾请出去 这边是在我自己的家里 对不对 但是男嘉宾没有 男嘉宾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我能不能拿出二十万的礼金 来娶女嘉宾过门 孩子你真是太老实了 你们的房子餐圈子 出于那种情况 是写你弟弟的名字吗 还是你的名字 那套是我的 我兄弟的话和我弟弟的话 都是带那个羊羊盆 不行的那边 他也娶人子也订那套 这个房子不存在 这个车子是他的名字 这是我们买的房子的合同那些 那些收付款的那些 那些发销 收付款你付了好多了吗 四十万多就叫十五万 那这个房子全款是好多的 全款是四十五万多 我说十万我带的三十万 你带的三十万啊 一个月还一千五万 还一直合团 公先生为了表示自己十足的诚意 不仅把自己的购房合同展示给张小姐 连弟弟的合同也一并拿了出来 我兄弟两个都没啥是真实的 他也是那里的合同 也是钱那里的 就是他的 可能他是在江金方 是在江边的 都是这些都没的 他只得 我兄弟分开的 他把合同都按我喊了 我觉得这种他真正的表现 令我很满意 虽然张小姐肯定了龚先生的诚意 可是对于车房问题 他仍有诸多不满 他房子目前只付了十四万 然后他带了三十多万的款 款式也带的太多了 才买了两十亿停电 我觉得这个房子太小了 还有他车子是写的 因为他弟弟明晓的 就说明车子 会不是套地按照法律上来讲 车子不是套地 所以这一点 我不是很满意 你一分钱没花 你闲来闲去的 你到底做了什么呢 你付出了什么呢 我真的觉得 你不要为难我们的编导了 以你的条件 你的资质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把你嫁入豪门 你不要拿你自己 跟你那些小姐妹比较 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生活 跟他自己的能力 是有关系的 你也许没有看到 你的小姐妹 不只是有一个外形 她可能真的很会操持家务 她可能真的会让男人觉得温暖 有可能她的工作能力很强 如果你只是看到 别人拥有什么 而我就要拥有什么 那我真的必须说 你真的想的太多了 你凭什么去嫌弃一个 勤勤恳恳 自己攒钱 自己买房的 一个男人的财产 你告诉大家说 我嫌他房子小了 真的是三个字 凭什么 探房之行 两人的关系能否有所转机 文化也是不错 女嘉宾现场热舞又是为何 中国珠宝 传承千年 汇聚经典 欢迎喜 我们等你 尽管在聊天中 两人的观点有诸多分歧 但龚先生仍旧维持着 对张小姐的好感 希望通过看房子 来展示自己的诚意 以此打动张小姐 我买得上神楼 在这个位置 是个福西 我喜欢西山 挺好的 鱼肉场所 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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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规划是可以 规划也是不错 房子也买了 也能赚钱了 突然心里面 现在还空空荡荡的 就是一点空空荡荡的 要找一个女主人 要是妈妈能看到 就更好了 是啊 看房的节奏 似乎越来越愉快 与之前聊天相比 张小姐脸上 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对于龚先生 张小姐也一再表示了肯定 比较稳重 想得比较周全一点 可对于房子的大小 她却始终有些介意 才买了 你按时一停点 我觉得这个房子太小了 房子再度成为 两人相亲路上的拦路虎 张小姐嫌弃龚先生的 房子太小 那她关于房子的 理想标准是怎样的呢 看那个房子户型图纸的时候 确实你也说到 觉得这个房子稍微小了一点 房子 我结婚 我想要三世一厅的 至少要三世一厅的 我学乌式风格的 但我那些朋友都是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房子不再大 在于你跟什么样的人 住在一起 你们两个人还多年轻啊 未来多美好啊 你们一起创造 真正有一天 有一个大房子 大房子放在面前 那是你们的 我只是想说 他的房贷还没有付完嘛 而且我和他在一起 还要负担着房贷 我觉得压力有点大 他是一个很有单单的男人 我相信他没有让你负担 还有那个车子 也是写在他说的 是写在他弟弟名下的 而且我觉得 到底是他的 还是他弟弟的 不败 车房问题 注定是两人 绕不过去的一个坎 然而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张小姐的态度有所缓和 这会成为两人的转机吗 菜里要人死完 他是家里人不是买女人 他要人死完 你菜里也不饿分杂 总体来说 你对男嘉宾的印象 应该还不错 他比较真诚 就按照你们当地的风俗 这个彩礼钱是必须要给的 是不是 彩礼钱是要给的 我妈说的 彩礼钱给得越要的话 就说明女儿在我心中的 价位是很要的 你看他刚买了房 人家也是白手齐家 自己很辛苦地在赚钱 会不会觉得 一来二十万的礼金 会吓到他 二十万这彩礼钱呢 给了之后 结了婚子 二十万会退回去的 今天呢 我也发现了男嘉宾很热情 也很真诚 但是这我猜你呢 他饿了 到时候结婚之后 会退回去 这时我提出了 我也提出担骨了 女嘉宾的话 他做出让我感动的事情 都是猜你这个事情 他都说可以先给她的 最后还给我 那点让我还是非常高兴 张小姐的让步 让龚先生看到一次希望 她也希望通过进一步沟通 可以化解两个人之前的 诸多分歧 我喜欢做家务吗 我做家务有点难吧 我们在其他会不会都是改变的 做家务这块 我们就是改变 那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外头 就装修 做广告一块 有人回来比较晚 会先回来 会先弄饭我这种 拿的还我心情 我心情好了 回来弄饭了 没问题 如果我心情不好 就在外面去吃了 那感觉我也确实 听到有点伤心吧 所有男人 为了家庭付出太多了 回来的话 自己弄饭的话 我感觉 感觉那种心情是不好的 你还没有付完 我觉得结婚之前 你能好就保付完了 结婚之前能保付完吗 做我也不敢保证的 这个无法保证的 只能经我的力量 出去努力去挣钱 放贷这块来 可能也不会要 女嘉宾 以后我外来女朋友来给 都说 主要挣钱是我 我外来挣钱给房贷 我觉得这个车子 自己有比较好 写了两个人的 写了两个人的名字 不忘了 你兄弟对你好好 总有闹矛盾的时候 我兄弟都是相应为民人到现在 我兄弟的帮助我太大了 我前期不是创业嘛 失败了嘛 我出来分钱没得 就是我兄弟没钱了 我只要一别块钱 他都给我打两钱 我打五钱 他给我打得多用 做过来的话 亏钱我兄弟的都太多了 然后我兄弟的话 他也不会让我吃亏的 我说那个法 车子的名字 我都是学的他的 我希望我未来的女朋友 都说 我们的兄弟之间的感情的话 我想他也能保障一点的话 因为我想照顾我兄弟 因为我们的名字比较苦 当时男老子嘛 老人计划大了 他又能说的 不可以不要这个钱 全部给他我都愿意 因为他是我兄弟 为此我告诉你 人家两兄弟在一起相处几十年 从来没闹过矛盾 如果说有一天 突然就为了这个车子闹矛盾 那一定是因为你 好吧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而且男嘉宾 这是他的婚前财产 他自己有处置的权利 轮不到你来操这个心 你对你这个安全也太好了 这我能说好 大分我觉得 无资产必须满足我 因为出来 我们说都不容易嘛 我也不是说现实 现在我觉得都是 找我男的都是要有房有车 是不是 也不只为我 结婚必须要有房有车 防止自己的名字全款 然后车子也是自己的名字嘛 有房有车嘛 然后收入条件 比较好一点嘛 还有恶就是对我好一点嘛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都要两个人的共同努力 其实我的话 我会为整个家庭都说 我出一切 就是努力去挣钱 养活一个家庭 我提出的要求 都是最基本的了 我也不能在南部了 也就是说 女嘉宾是打算 一个赤条条的人 嫁入一个家庭 然后什么都不承担 不承担家务 不承担任何的义务 但是我就是要享受 婚姻带来的福利 这样的一个组合模式的话 我相信恐怕天下的男人 都很难接受 当然女嘉宾 如果说你拥有爵士美貌 你简直就像那个 特罗伊战争里面的 海伦一样那么美 我相信可能有人会为了 这个美貌去买你这份单 但是你有吗 龚先生可谓是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而张小姐却一再 坚持着自己的看法 觉得自己的要求 是合乎情理的 我生要移民主持 体重是94斤 我会眼睛 舞蹈 舞蹈 还有画画 我想到我有房有车 然后所有813年男孩子 我觉得这我不饿分 因为我的条件 我觉得这我不饿分 因为现在很多 女孩子都比较现实 那有房有车是必须的 如果我不相信我的才艺的话 我也会为大家表演一段 我现场跳一段舞 先出来 起乡 배面 我整天 你怎么会硬 智雅 我整天 太难回了 哎呦 clusters 他的才藝的水准 可能就跟那个广场上那种 爸爸我差不了多少 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也达不到什么值得欣赏的水平 如果女嘉宾认为这些东西 就是你拥有的才艺的话 我只能告诉你 你可能连皮毛都没有粘到 如果你把这些才艺 当作你自己的嫁人的一个资本 还要秀出来的话 那我觉得它不但不会成为你的一个资本 反而会是你的一个很严重的减分项 因为你连基本的审美都没有达到 通过今天的见面 相信我们男女嘉宾双方 在自己心里面都有对彼此的一个衡量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做最后的决定 还是那句话 房子不再大 最重要的是 你在这个房子里面是否幸福 有没有幸福指数 你们的爱情自己去决定 我身后就是男嘉宾 在这个地方买的这个房子的售房布 我们也把它当成一个今天最中心的地点 也就是你们的爱情归结点 如果说你们愿意牵手走在一起 321之后请一起走向 预示着你们可以未来一起生活的地方 如果不愿意的话 两位请各自离开现场 那么最后的一分钟时间考虑 交给你们 接下来请听我的口令 321之后请做出选择 321之后 节目的最后男女嘉宾没有牵手成功 真是太好了 我觉得男嘉宾是一个勤劳普世的好孩子 她值得拥有更好的正常的 对生活有着正确的追求 愿意付出愿意承担的好女孩 至于我们的女嘉宾的话 我非常理解一个从穷山沟里出来的女孩子 真的是吃尽苦头 我明白那种生活给你的那种困苦 让你急于摆脱那种困境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想拥有一种生活的过程 必须依靠自己去奋斗 尽管你说这个过程真的很辛苦 我确实觉得我太想达到那个目标 而我自己的能力不够 那么我建议你多练练内功 而不是把所有的期待值都寄托于婚姻上面 因为你的期待值真的太高了 距离你本人所拥有的条件 我说句不客气的话 就凭姑娘 你的美貌 你的家境 你的文化程度 还有你那些所谓的才艺 你不可能找到一个 你希望的那种有车有房 月入八千里上 还把你当少奶奶供起来的男人 除非他脑子有包 所以妹子 现实一点 勇敢地去面对生活 改变困境 首先从你做起 不要寄望于婚姻能够成交 很遗憾 当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 两个人最后还是选择各自离去 可能在不同人的心里面 物质所决定的基础原因 可能占的百分比不一样 但是在这里 我真的很想跟女嘉宾说 有时候幸福和人 真的比房子的大小重要 祝福我们两位嘉宾 同样的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觉得 咱们这位男嘉宾不错 或者这位女嘉宾不错的话 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8615868 联系到他们 凡人有喜 一直等你 本栏目是由中国珠宝特约播出 接下来不要走开 非常精彩的真婚秀 等着大家 大家好 我叫王婷婷 然后我来自四川的区县 今年31岁了 然后我现在是 自己开了一家店 然后一个月 还是能挣个七八千块钱 我家里面有三姊妹 有个姐姐 还有弟弟 平时的爱好 都是喜欢唱一下歌 然后都是去旅游 如果有时间的话 都喜欢到一下黄山 那些地方去旅游一下 还有其他的爱好 都是四川女儿 都喜欢小吃 然后都最喜欢到外面去吃 小吃那些 情感经历 经历了有两段感情 然后第一段 都是以前跑业务的时候认识的 最开始感情还好 然后慢慢的时间就久了 可能也是觉得年纪太小了 然后可能那个新鲜度也过了 然后慢慢慢慢练 感情都没那么好了 然后中间也会有一些 正常那些觉得真旧了 都觉得很没意思了 然后都愤怒 第二段就是 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时候认识的 凡是做视频的 也是跑业务 只是觉得他年龄比我要大一些 最开始认识他 就是觉得还很体贴 然后慢慢练 时间久了 都觉得很多体贴的东西 都感觉像变老一样 然后都觉得 好像毕竟他肯定年纪有点大 想的东西要多一些 然后我们最后 然后也都算了 希望我找的男娃儿 他的身高至少有一米七五以上 都不要超过一米八了 因为男娃儿都太高了 在三十二岁以上 三十五岁以下 都不要太胖了 皮肤白一点的 我都觉得男娃儿来好 他还在有点事业心 要上进 他的收入也 还是要有个七八千 因为他有个七八千嘛 我自己有个七八千 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 两天过去都没那么累的 希望他是从事一些 像那个还是 医生啊 老师啊 或者是 八千八千里有点事专业的 他有点事专业的 还有都是他如果自己成业 我觉得也还好 因为我自己也是成业 然后我觉得如果能找到一个成业里 也可以跟他我们一起努力嘛 我还是想找一个文化程度稍微高一点的 比如说大学那个嘛 因为我自己啊 然后文化也不是还高 所以我都想找一个来弥补一下 温柔一点 我不喜欢那种太凶的 或者一个男娃儿呢 性格好一点的话 他不管住啥子呀 他都会顺利一些 大家好 我叫王卫勇 住重庆河川商会镇 目前经营有一家自己的物件点 一个月收入大概在五六千范围以内 平时都经常在店里面经营生意 没有车子有房 我家的房子都是属于我爸爸的 目前做房 单独给我买了一套名字是我爸爸的 但是以后属于我结婚用的 现在还没有过付给我 门面有两个 现在经营的物件点都是属于一个 然后玉地酒楼旁边也有一个 背后还有库房 都是属于我爸爸的产权 我现在经营的物件点 发人也是我爸爸的 情况就是这样 我平时其实没得还是兴趣爱好的 白天收门时晚上都是回家 看电视 看电视剧 看反正游戏 我平时偶尔看一会儿网络直播 我的情感经历就是在读书那个时候 大概十多年前 有一个女同学当时我没读书了她还在读书 我后来经常到她那儿去陪她耍 她那个人就是偶尔遇到其麻烦事情都是脾气暴躁 有点不讲理 性格上面稍微有点好强 好然后没到啥子的理智那种 都凭性格人性能够来面对每件事情 我个人在有标准啊 身高啊 在一米六以上 中等身材 文化和条件 没有啥子要求的 外想就是一般都行 也不是属于黑人看那种 性格啊 属于一个文化心理都可以了 对于女方的自身条件能够有一个工作的行劳 要求又不太高 如果有何事的能够在一起的话 希望能够到我那儿来共同地做生意 欢迎迎订阅 我们等你 她温柔大方 在爱情当中只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如果感觉对了 我哪怕立马闪红也是可以接受的 过往的情商让她总是缺乏安全感 男嘉宾在现场提出了怎样的考验 而女嘉宾又是否能够顺利通过 我想起考验还是那个女嘉宾是不是那种比较花心的那种的事 你没有确定情侣关系 对我这种考验我觉得有一点我不是很喜欢 女嘉宾态度的180度大反转 究竟是因为看上了男嘉宾亲友团 还是另有隐情 就是觉得差了一点点感觉 差了一点点火花 她那个亲友团呢 我觉得还不错 两人最终能否牵手成功 凡人有喜之 相亲不要花心女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 你说的就是乐远 要用心去游览 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 听着你 留到从前和未来 你心里所有的梦 跟我很想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